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月份 湘西西晃山下边有个龙崖寨 这个地方啊 剿匪反罢已经接近尾声了 村民们呢 翻身做了主人 很开心 很高兴啊 整天的就是忙着打土豪 分田地 可是 有这么一天 一夜之间 哎呦 小小的这个寨子里边啊 那家伙是抛尸荒野 血染遍地 八名农会干部 有的呢 被人把头给砍了去了 有的呢 被人把腰给砍断了 有的被分尸了 有的被挖心了 有的被剁成了好几块 各位想想这个画面 其惨烈程度 残忍程度 让人都不忍心看呢 可是啊 更让人害怕的是什么呢 杀人凶手 竟然是半年前被枪决的土匪魔头陈大鹏 哎呦 当时这可把人们吓坏了 死人杀活人啊 这人是死而复活吗 这也太离奇了呀 这案子发生之后 当地土改工作队的州队长连夜赶到了县城 汇报案情 因为案情重大 县公安局呢 又赶紧的向省城汇报 省公安厅知道消息之后 感觉事态太严峻了 于是决定由时任刑侦处长 当地人称神探的王清明 亲自出马 侦破此案 这么重大的案件 破案那是刻不容缓 王清明呢 带领着省里边 包括县里边多名刑侦人员 赶往了案发地点 汇合了工作队治安队的人员 兵分多路 睁看现场 把所有的大小要道啊 全都进行了封锁 然后呢 进行明察暗访 全方位的侦破 王清明啊 首先呢 在龙牙寨转了一圈 随后就来到了这事发现场 这龙牙寨的东头 有一个小山包 在这小山包上 有那么一个单独的木头房子 原先呢 住着一个老头 一年前呢 这老头病死了 人走了 这房子也就空下来了 于是这个木头房呢 就成了龙牙寨农会的办公室 当时啊 有一个目击者 叫牛三 这牛三说呀 头天晚上 农会干部开会到了凌晨 还没完呢 突然陈大鹏 手里边拿着马夜刀啊 瞪着俩大眼 跟魔王似的 就闯进了会场 大喊了一声 拿命来 见人就砍 这农会干部开着会呢 都手无寸铁呀 当场就倒下了几个 其他人看情况不对 赶紧就跑啊 可最终还是没能逃出 陈大鹏的魔招 牛三说呀 自己呢 被陈大鹏追得急啊 这情急之下 跳进河里 这才算是捡了一条命 侦察员们听到这情况之后 说实话谁也不信 陈大鹏都枪决了 都死了 他怎么可能死而复活去杀人去呢 不过既然牛三说看到那人是陈大鹏 那么就去陈大鹏那坟头那看看吧 离这龙崖寨二里地的地方啊 有一个乱葬岗子 等侦察员们到了陈大鹏那坟头啊 就看见那坟头就跟用炸药炸开似的 土啊 沙子呀 满地都是 那棺材盖呢 也掀起来了 里边的尸体啊 早不知道去哪了 为什么这个案子叫尸魔奇案 因为在当地啊 有这么一个传说 说恶人坏人死了之后 为了寻仇会变成尸魔 出坟头残害生灵 大家就认为这陈大鹏是不是变成尸魔了呀 不过王清明知道 这世界上哪有这种事啊 对吧 这一定是有人搞鬼 借着这个尸魔杀人的借口 来做自己的那点非法勾当 随后王清明他们呢 又去了陈大鹏的家 他家呢 住一个小院子 王清明就问陈大鹏的妻子何玉香 这何玉香啊 在当地那算是名门之后啊 他的父亲呢 是一个医生 在当地名望很高 据说医术了得 陈大鹏呢 后来见何玉香长得漂亮 又有医术 就抢过来做了压寨夫人 王清明在问询何玉香的时候就跟他说了 何玉香 八条性命 八个冤魂 是尸魔还是人凶 你是当医生的 你应该清楚 你老实说 陈大鹏的坟为什么会爆开呢 他的尸体哪去了呢 冒充陈大鹏作案的到底是谁啊 何玉香一听完了 王处长 别人都说你神通广大 这样的血案 你来问我 那不是让人笑话吗 陈大鹏啊 你这个魔鬼啊 你死了还不让我安心呢 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呀 说着 这何玉香是放声大哭 何玉香在那又哭又嚎的 这王清明在那也是头大呀 得了吧 出来吧 然后看看这陈大鹏住的这四合院 这四合院呢 很旷 挺清静 他呀 就来到了院子后边 这院子后边呢 杂草丛生 在这院子的右角上啊 有一个柴房 王清明看见这柴房 心里边有疑惑了 赶紧的就来到柴房外边 从窗口往里边看 里面的光线很暗 突然啊 那柴房里边蹭一下 窜出来一条大黄狗 抖着那脖子毛 可就向他扑了过来了 王清明一看 飞起来啪就是一脚 这黄狗让人踹了一脚 他疼啊 这狗就是这样 你要怕他 他比你厉害 你要不怕他 你打他一顿啊 他比谁都怂 扭头就跑啊 这一回啊 在这院子里 也没看出个什么所以然来 这侦察员们往回走的时候 有一个侦察员叫小虎 他说了 女人的眼泪 就是骗取别人同情的法宝 今天他敷衍 明天呢 一定让他揭开血案之谜 王清明听完了摇了摇头 靠他揭开谜团啊 人过刘痕 咽过刘毛 放心吧 总会有蛛丝马迹的 这时候啊 这土改工作队的周队长 急匆匆赶过来 把一张纸条就递给了王处长 王处 这是何宇湘的家谱哑巴 贴在路碑上的 大伙瞧瞧 这要放到现在啊 我要说反映什么情况啊 或者有什么线索 那我就直接大白话啊 王处长 你好 我是谁谁谁 我有情况要反馈啊 我有事情要举报 人家这不是 人家这纸条上是手打油尸 不过呀 这打油尸 是以陈大鹏的口文写的 怎么写的呢 阎王恩准回来 以血还血讨债 害我阳寿山民 快快把命送来 落款 是陈大鹏 王清明王处长捏着这纸条 嗯 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 请大家呀 务必要引起重视 现在凶手没抓住呢 为了不再发生类似的血案 王清明采取了紧急措施 第一 对何玉香来进行监视 第二 对农会干部 土改积极分子 进行暗中保护 第三 在龙牙寨里呀 通宵的设置流动哨 潜伏哨 密切的注意动向 在湘西的普通的山寨里边 这又是秋天大晚上啊 那家伙冷极了 王清明呢 这一天熬到半夜了 还是睡不着 一点也不困 他呢 把衣服 轻轻的披在了小虎身上 小虎不容易 在那累的呀 趴到桌子上就睡了 随后王清明 把那油灯给拨亮了 又重新打开了卷宗 突然啊 那窗户哗的一下子 就被推开了 嗖的一声 一把雪亮雪亮的飞镖 朝着他可就射了进来 王清明啊 本能似的 把头这么一偏 那飞镖擦着耳朵 可就甩过去了 啪的一下 就钉在了身后的木头柱子上 王清明 蹭愣一下 跳起身来 把枪掏出来 可就追了出去 就见一个黑影 拼了命的逃跑 一溜烟的 消失在了夜幕之中 给王清明气的呀 你跑吧你啊 逃得了初一 你能逃得了十五吗 那么 这飞镖事件 到底是何人所为 所谓的 失魔作案 真相 又是如何 上期节目啊 咱们提到了 在一天夜里啊 王清明也不困 自己呢 就在那看卷宗 这时候窗户哗啦一声 被推开 一把飞镖刷就过来了 王清明把头这么一偏 这飞镖擦的耳朵就过去了 定在了身后边的木头柱子上 王清明苍愣一下 可就跳起身来了 拔出枪来 往外就追出去了 就看见一个黑影啊 拼了命的 撒牙子就跑 王清明眼见追是追不上了 怎么办 这飞镖事件之后啊 这寨子里边 这个氛围啊 可就不太对劲了 可是 此后一连多天 这失魔是销声匿迹了 寨子里边呢 反倒是出奇的平静 这一天呢 王清明下令 所有的刑侦人员 撤离山寨 这天一到晚上啊 哎呦 那乱葬岗子 可不平静了 怎么呢 就见着呀 有鬼火啊 在那远远的 忽隐忽现的 后山呢 还传出来那种 飘飘忽忽的喊声 我的脑壳呢 哎呀 我的脑壳呢 这家伙多瘆人呢 周队长他们一听见啊 赶紧的带着刑侦人员 就奔着乱葬岗子去了 紧接着呀 寨子西边又有了喊声了 拿命来 拿命来 照别人啊 那都吓得都不行了 这家伙真是 这恶鬼索命啊 但是农会干部 杨林 他呀 一点不害怕 这鬼的叫声啊 反而撞了他的胆了 为什么呀 人杨林说了 我堂堂男子汉 我怕什么死鬼呀 再者说了 哪来的鬼呀 这就是有人装神弄鬼 他呢 把枕头塞进了被子里边 然后呢 看着啊 就像是有个人在床上睡觉 就像我们影视剧里啊 那个场景似的 随后 杨林自己 就蹲在了角落的一个方桌子底下 他呢 手里边拿着缩镖 在那熬夜 就等着 因为他是农会干部啊 这次杀人事件 明显都是针对农会的呀 那么很可能也会来找杨林 朦朦胧胧的 这杨林就听见房顶上边啊 有鲜瓦的声音 杨林紧紧的拿住这缩镖 大气不敢出啊 俩眼可就盯住了房顶子 不打一会儿 有几块那圆皮 就被撬开了 露出来一个洞 那个洞啊 有个童口那么大 在这稀稀苏苏的声音里边 就看见洞口那 下来了两条腿 毛茸茸的 慢慢的 整个人可就下来了 这个人呢 轻轻的向床那就走了过去 仰起来 手里边的钢刀 眼瞅着 可就要行凶杀人 杨林一看 怒火中烧 果不其然还真找我这来了 拿着这缩镖 唰就捅了过去 石魔 你受死吧 这个石魔知道中了计了 反身一刀就把这缩镖给架开了 这个石魔明显会两下子 凭借着自己的武艺啊 这杨林呢 也仗着自己的这个血气方刚 仗着自己的这个怒火体格子也不错 反正这俩人在屋子里边 那是惊天动地的 可就厮杀起来了 这时候啊 四周就敲起锣来了 现在都有警报 过去这敲锣 这就等于警报了 这一敲锣 整个山寨可都沸腾了 人们哪都没睡觉啊 都拿着火把 就等着他呢 一边骂着一边喊着 哇就涌了过来了 石魔一看完了 这是彻底中了计了 他呢 也不敢恋战 赶紧的蹭蹭两下 就窜上了屋顶子 那时候那房子呀 也都矮啊 再加上边边角角的 总有能踹着借力的地方 所以呢 挺轻易的就上了屋顶了 那屋顶上边呢 有大树的树枝 延展了过来 这个石魔拽着那树枝 就想上树 这时候小虎 棒棒朝着这树上 可就开了两枪 那黑影啊 一动不动了 这时候 这侦察员 拿着竹竿一挑那黑影 嘿 哪是石魔呀 感情是这石魔 故意的制造响动 往那树上啊 挂了一件衣服 这石魔真是狡猾 这一下子是金铲脱鞘 其实啊 这就是王清明想出来的一计 这个计是怎么回事呢 石魔 你不是不露面吗 不就是因为我们侦察人员在这吗 那行 白天呐 当众把所有侦察人员撤出 天黑以后呢 所有的人在偷偷摸摸的潜入进来 布下了天罗地网 而这石魔一看侦察人员撤离了 那么他也该行凶了 这才发现了他的踪迹 那么咱们再来说 这个要杀杨林的黑衣人 是不是石魔陈大鹏呢 此时此刻 在陈大鹏的四合院里边 您各位还记得吗 他家有一个仆人是个哑巴 这哑巴呢 走进了柴棚 有一个机关这么一拉 旁边呢 有一黑棺材 把这黑棺材悄悄的一挪开 露出来一个洞口 这哑巴呢 转身进了这地洞 进了地道七拐八拐 就来到了陈大鹏藏身的地方 这哑巴呀 也不哑巴了 四令 杨林诡计多端 替身失手了 感情这哑巴是假装的 咱们再来说这陈大鹏 陈大鹏啊 说是行行了 其实根本就没死啊 陈大鹏一听咬牙切齿啊 够日的 我就不信拿不来他的命 四令啊 上帝县的公安都出动了 追得紧 咱们是不是 紧 王清明那几招 我都清楚 能镇住我陈大鹏吗 让杨林 牛三 马宝生 过舒服日子 没门 我一天也不能让他们夺货 陈大鹏啊 为什么这么恨他们 他就恨牛三出卖了他 为什么恨杨林 是恨杨林 引解放军过来活捉了他 恨农会干部 发动群众 联名要求处死他 所以 他是恨上了整个农会 死 老子怕个鸟 老子英雄一辈子了 什么样的人没杀过呀 什么样的福没想过呀 值了 那这陈大鹏 是什么来路呢 他呀 十五岁就当了土匪了 据说 吃过人心 喝过人血 糟蹋过的良家妇女 那是不计其数 楚行那天呢 龙牙寨去了上百号人 有的人往他身上泼尿泼粪 有的人往他嘴里边塞稻草 这时候一声枪响 这恶魔陈大鹏 硬生倒下了 老百姓啊 哪都是拍手称快呀 死得好啊 可就在那天晚上 周围的人散去之后 陈大鹏却醒了过来 当时啊 就见四周一片漆黑 是又渴又累 浑身没力气 过了一会儿 这才反映过来 哎呀 我下午被执行枪杀呀 没死啊 还是我在这阎罗殿里边呢 用手掐掐脸吧 觉得疼 哎 这不是做梦啊 我确实活过来了 就想赶紧离开刑场 于是啊 爬过了好几具尸体 这个时候一个黑影 抄他就过来了 他一开始以为是野狗呢 赶紧扶在了一个尸体后边 也不敢动他 黑影啊 在这看看 那逛逛 陈大鹏终于认出来了 哎呦 这不是我家里那哑巴 阿勇吗 阿勇 就啊 当时哑巴也害怕呀 他以为陈大鹏死了呀 哎呦 鬼 鬼呀 别怕 别怕 我没死 司令 你真没死啊 夫人 让我来给你收尸 哑巴 见着陈大鹏之后 背着陈大鹏 可就回去了 回到地下室 何玉香 仔细的检查陈大鹏的枪伤 过去啊 那子弹 不像现在似的威力那么大 这子弹呢 是从背骨的这个骨缝隙里边穿过去的 没有伤到心肺 但是为了避人耳目 第二天何玉香还是叫了几个心腹之人吧 抬了一副空棺材 哭哭啼啼的把棺材送到乱葬岗给埋了 这陈大鹏伤好之后调养了几个月 可就打算实施师魔复仇的计划了 咱们呢 先放下陈大鹏这边来说说王清明神探那边的情况 这天呢 王清明刚一躺下 潜伏在陈大鹏四合院外边的小虎 就赶过来报告 我跟宝生啊 跟踪了一天 发现哑巴溜出后门 上了太阳山了 抓着藤条 钻进了半山绝壁上的一个石洞里边 王清明一听 走 赶紧的带着小虎啊 就去到了那半山腰的那石洞那儿 夜幕之中就看见那山壁啊 那是非常的险峻的 瞅着那石洞 王清明也琢磨 这是不是施魔的巢穴呢 或者说这是不是敌特势力的据点呢 过了一会儿 这崖壁上啊 就有那种干树枝折断的声音 大家就警觉起来了 紧接着 一个黑影就溜了下来 溜下来之后 又一个黑影溜下来 这俩黑影离开了山崖 钻进了树林子里 王清明一看 行 他们这是自投罗网 一挥手 小虎啊 宝生啊 所有的侦察人员 胡拉超扑上去 把这黑影可就摁住了 用绳子捆了一个结结实实 王清明心里边也乐呵啊 踏破铁鞋 无密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王清明连夜审问陈大鹏 可是牛三啊 感觉这陈大鹏有点不对劲 虽然是衣服上啊 发型上有点像 这脸上呢 总是感觉遮遮掩掩的 没那么干净 这时候牛三一把 就撕掉了陈大鹏的假胡子 假头发 嘿 哪儿是陈大鹏啊 是以光头和尚 你什么人呐 为什么化妆成陈大鹏 制造龙牙寨续案 杀害八名农会干部啊 从事到来 我没杀人呐 我没杀人呐 龙牙寨续案 是陈大鹏干的呀 胡说 陈大鹏验明正身 处决半年多了 简直是痴人说梦 陈大鹏没死 我叫惠明 是清风寺的住持 原来这惠明和尚 是陈大鹏安插在清风寺 收集情报的一个探子 陈大鹏被杀之后 他一直不敢轻挙妄动 直到七天之前 这天深夜 陈大鹏敲他的寺门 惠明看见之后 人都快吓死过去了 人的鬼啊 后来陈大鹏啊 就跟他说 我是陈大鹏 哎呦 司令啊 你死的惨啊 死的冤啊 我给你超度吧 你给我滚蛋 超度什么呀 我不是亡魂 我是食魔 我是吃人的食魔 我不要你超度 我要你替我尽债吃人 啊 我呀 对 是你 别慌啊 我跟你说 我确实没死 我是人不是鬼 我来这儿呢 是求你帮忙 司令啊 你别逗闷子呀 你求我帮忙啊 对 因为你跟我长得差不多 我让你化妆成我 去杀掉杨林 牛三 马宝生 一切后果由我承担 断头抬我去 我都死过一回了 难道我还怕第二回吗 你假如不从我 也就别怪兄弟 心狠手辣 哦 司令 我听 我听 这惠明和尚 跟王清明 坦白之后就说 王处长 我说的全是实话呀 那刺杀杨林的是谁呀 是我 食魔藏在什么地方啊 我 我 我真不知道 贫僧不知 你别贫僧了你 啊 这一审 哎呀 这惠明确实也就知道这么点玩意儿 案情虽然还没有彻底明了 但是板上钉钉的这陈大鹏是肯定没死 就在这天夜里黎明之前 王清明正想休息呢 突然寨子里边啊 人生顶费 陈大鹏那四合院可着了火了 浓烟滚滚哪 等救火人员赶过去的时候 那房子基本上快烧没了 王清明小虎冲进这烈火之中 直奔后院柴房 那柴房早成了一片废墟 棺材还没燃烧完呢 在那冒着青烟呢 旁边露出来一个洞口 这陈大鹏啊 跑了 原来陈大鹏见哑巴 一宿没回来 他估计出事了 又听说院子四周有人监视 就放了一把火 打算呢 借着这火自己逃脱 那么逃向哪呢 王清明分析 他复仇心切 绝对不会跑远了 肯定藏在太阳山里 就决定采取办法进行诱补 这一天呢 王清明带着刑侦队员 还有杨林 牛三儿 马宝生 等二十几个山民 上太阳山砍柴 分多路进山 他们呢 都是假扮的嘛 对吧 乔装打扮啊 一边唱着山歌 一边哼着小调 显得很轻松 挺快乐 果然不出王清明所料 这陈大鹏啊 就躲在太阳山的古树洞里边 三天哪 一粒米都没吃啊 给他饿的都不行了 此时啊 正坐在青石板上 在那休息呢 这时候啊 就听见树林子里 响起杨林的歌声了 这陈大鹏一听 咯咯 怎么回事 怎么还有人唱歌啊 赶紧转到了岩石后边 往外就窥探 见杨林自己一个人 心里边还挺开心 嘿 我就想要你的命呢 这送命的来了 抽出来匕首 东躲西藏的想法 接近杨林 看准时机之后啊 一个猛虎扑是 可就扑上去了 杨林 拿命来 这时候 雪亮的匕首 朝着杨林的胸部 可就刺了过去 但杨林他们 这是诱敌的一招 心存戒备 一闪声就躲过去了 赶紧就喊 救命啊 救命啊 尸磨吃人了 就慌不择路的 往山下跑 陈大鹏 杀红眼了 他哪能放过这机会啊 跟着就追啊 眼瞅着杨林 动作稍微慢了一点 陈大鹏 唰就又扑了过去 这杨林呢 一灵巧一转身 这个陈大鹏 又扑了一个空 这时候慌了 一声巨响 哎呦 怎么回事啊 陈大鹏的右脚 被那野猪套 给套住了 这人呢 腾腾一下啊 就被那网子 就倒挂在了半空之中 这匕首 可就掉地上了 杨林冲上 却狠狠地打了他几拳 尸魔是吧 鬼怪是吧 你逃啊 你跑啊 其实啊 杨林早就发现陈大鹏了 为了消除陈大鹏的疑心 故意装着慌不择路 把尸魔引进了 之前侦察人员 暗中放置的机关里 至此 轰动湘西 震惊全湖南省的尸魔奇案 终于是真相大白 而这陈大鹏最终被执行枪决 这是真相大 我转了 你转了